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 我们大概就这么五个要求 第一 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第二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第三 朝鲜问题 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外国不得干涉 第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 第五 召集中苏英美次大国 准备合约 不得单方签约 这五条实实求是非常得体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 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苏联有什么想法 苏联方面的意见是 我们还是趁着打铁套 是打是合 怎么打怎么合 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 好的 对于亚洲十三国 特别是印度方面 我们不能装容作业 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主席啊 我已经通知外交部 约了印度大使盘你家 好的 水门桥 是谷土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 是通往新南的碧京之地 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 志愿军第二十军指战员 已经将水门桥炸毁 陆战第一师工兵团 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 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 美军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 架了一座钢制车折道桥 现在平壤解放了 西县基本上大功告成 东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 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两次 他们都给修复了 千方回话了 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桥 这回啊 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 全部炸毁 我赶死队员身背炸药 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美陆战一师退路被截断了 为了帮助陆战一师难撤 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 和八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建 又动用八架大型运输机 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 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 两座悬崖之间 宋志伦 我是宋志伦 我来战断 尽客提早 宋志伦 战断还没有结束 就算陆战一师逃跑了 那也要把他打残了 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是什么 到这等了 就会死 对 在这等一半 我们还得罢了 我们再买 我们也得罢了 我们再联回 有什么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 彭总说 他要向中央经纬做检讨 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医师的任务 九兵团的英雄们 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 以血肉之气战斗的最后一刻 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 这是我军军事上一次惨烈的胜利 也是美军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 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 美陆战第一师 作为美军王牌部队 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陆任务 但在长洁湖之战中 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剑员达七千三百二十一人 十二月九日 当美陆战第一师 再次攻击谷土里以南爱陆阵地时 坚守在阵地上的第二十军 第五十八师 第17二团下属联队指战员 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还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aprè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28 大英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立手 不同屏说 但是我勇者果然保守 我会闪 Л 一定是这位独立手 炮路所耗 这些战争 这些战争 彼此是其他的思想 我心裡也不幸運 我心裡很幸運